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焦城武术在赤西 赤西武术在阳错里 赤西镇传统武术文化远远流长 人才辈出 作为闽东唯一一个自创犬种 内文权以其独特的犬法备受赤西镇当地百姓的推崇 日前 记者走进赤西 领略了中华武术内文权的风采 记者一走进赤西中心小学 就听到一群穿着黄色练功服的孩子们传来的阵阵练拳声 内文权第七代传承人杨挺雄正带领他们练习内文权 阴阳掌 五指穿阳 昭昭神乎奇迹 元帅着久 鲤鱼替须 掌掌 虎虎身微 伴着气势逼人的呼吓声 方寸之地间四面出击 身形极如闪电 偏若游笼 全画长批变钩 招数繁复多变 令人眼花凉乱 杨师傅您是从几岁开始学这个拳法的 我们当时在小学 大概三年级的时候 大概是十岁到十一岁的期间 那您为什么不想到去学习内文权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时代的话呢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 唯一的只有那些说书的先生在讲以前这个历史故事 还有讲一些里面的那些英雄人物 像这种象征性的英雄人物 民族英雄的这些之类的 那我们从小就是有这种思想想 如果能学到了这个武术的话呢 也可以就是说 第一个呢 是作为一种断了身体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也就碰到这个呢 有什么好像有路径不平嘛 达到相助这种精神 所以说才呢 才找上了这个学武的这个道路 赤西内文权始于光绪年间 至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历史 相传 光绪年间内文权的师祖杨秦后 由于身材矮小 身体单薄 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他的父亲便将他送去少林寺习武 以达到强身健体的功效 于是 这一学就是数十年的光景 杨秦后本人自小秦思多敏 他根据自身的特点 并结合南派的拳法 自创出一套以柔克刚 以小至大的拳法 内文权 该拳法刚柔并济 以不法灵弥有力 出拳变幻莫测组称 内文权的话呢 他是 本身他这个权种是杨秦后老先生他演练的 他是通过我们这个南派少林的基础 结合他本人的这个身体素质 然后呢 演练了这么一套这个内文权 内文权除了具有传统南权 刚柔并济 以小至大的特点外 马步灵活游动 出拳快速且变化莫测也是其一大特色 而内文权之所以步伐灵活 移动迅速 秘诀就在于他与中不同的装布 与通常的马步不同 内文权装布以前三后七分的不丁不拔马步为主 服以须部 扑布 这就使其在移动时可迅速变化步伐 从而提高了拳法的敏据度 第一个是锻炼身体 第二个呢 从他的招数上呢 就是他以速度快注尘 然后通过他的一种步伐 他的步伐呢 也就叫做我们叫做斗里连环布 斗里连环布呢 就是以对方作为对方作为我们的对手 然后围绕着他身上 通过四个方向来围攻他 这种呢 最高 那也就是我们内文权的最高境界 就是练到这个斗里连环布 是这个最高境界 那我们目前来讲呢 就是说到我们这一代人学的话呢 还 就是说也练不到他那种境界 那我们以上的师父 他有练 也练过 但我们这一代呢 只是在学习中掌握了一部分的 这个内文权的这个 这个环法的技技法是这样的 作为内文权武术第七代传承人 杨挺雄不仅在国内武术赛事上夺得头盔 还在香港 台湾举办的国际武术赛事上屡获佳绩 虽然杨挺雄在武术的道路上不断攀登高峰 但是他一直念念不忘弘扬扬交成本土拳术 身为赤锡中心小学体育教师的他 还在学校组建了武术兴趣小组 义务为许多对武术颇有兴趣的学生提供教导训练 我们目前就是以学校的这么一个平台 尤其是我们小学生 它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还有呢 就是每年就是我们教程区 都有举办这个 关于我们传统武术的这个比赛 让学生呢 培养这么一个兴趣 最后呢 能从我的学生中呢 能把这个内文权呢 推广到社会 让大家都会认可这个 而且也大家都会演练这个 都会演练这个 从此呢 也得到这个 目前来讲我们就是以健身为基础 这样作为一个这样的平台去发展它 是这样的 郊城区教育局和赤锡中心小学 也十分重视内文权的传承与发展 我们市区中心小学通过挖掘 市区当地的传统文化 创办了这个武术社团 为学生的发展提供的一个平台 通过这个武术社团活动 让学生懂得这个市区的传统文化 同时培养了学生的这个兴趣爱好 它不仅可以强身健体 还让我在练内文权的过程中 还让我了解了一些赤锡的当地文化 内文权是结南少林和本土的拳法结合的 是我们赤锡自己创作的 他他现在学学内文权的 现在已经有两百多人 目前赤锡小学培养出来的种子选手 有不少已经大学毕业 在杨挺熊的传喜生涯中 他曾带着自己的学生 参加过五六场大型武术交流赛 还参加过香港台湾举办的武术赛事 期间屡获佳绩 2007年7月 杨挺熊受邀参加 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 正超杯全国武术交流大赛 在传统男权的比赛中 杨挺熊以一套刚柔并济 犹如猛虎下山凤舞九天的内文权 震惊全场 夺得全国传统男权的冠军 正是这次大赛 让内文权走出了赤锡 走出了焦城 这一张是我们荣获最高的农业 就是正超杯2007年 选国传统武术交流大赛 我们当时以闽东特有的选种 就是内文选 代表我们福建省参加这次比赛 这次比赛中 我们也战胜了其他几个省份 然后荣获这次比赛的一等奖 也就是第一名拿了一枚金牌 然后通过这次比赛以后 然后我们就是以闽东特有的选种 又以文理局为单位 省文理局为单位组织了 参加台湾国际武术交流大赛 也就是给我们领东特有选种 内文权展示的一个平台 让国际能认可和推广我们的内文权 赤锡内文权在台湾地区的知名度 也随着两岸武术交流不断攀升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加入到内文权的研修行列中 内文权搭起了连接海峡两岸文化的桥梁和纽带 必将在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着内文权在全国斩动头角 杨挺雄在传承方面也有了信心 2007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交城区武术协会成立 为本土武术的发扬和传承扣开了大门 也为武师传播武艺 武术爱好者交流武学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 刺习镇内文权在我们刺习镇这边历史也比较悠久 也有百余年了 当时的话是家家户户为了强生健体和还生 大家都在练习 2007年我们刺习镇政府党委非常重视 在我们前头成立了交城区武术协会刺习峰会 为了更好的发扬我们跟传承我们这个本土特色文化 今年我们还向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了申报会议 希望通过这个申报的会议 能够更好的把我们这种本土特色文化 进一步的进行传承和发扬 近年来赤溪内文权声名远播 而在赤溪镇当地 常年练武之人达200多人 他们在提高自身记忆水平的同时 也不忘弘扬交城本土全数 承担起发扬中国武术文化的使命 致力于将内文权拳法精华传给年轻一代 中华武术远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的瑰宝和精粹 杨挺雄说内文权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稀有拳种 和闽东唯一一个自创拳种 希望能将它长远的发展并保护下去 让这不朽的中华武术魂走出宁德走出福建走出国门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宁川新感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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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